二十八十呢就是 你有百分之二十呢 是你在那个礼拜 要讲到之前的那个礼拜之前预备 我譬如说我预备这个圆梦 寻梦 再指梦 其实很多我是在很早之前就预备 我每年我大概有三五天的奖章 我就是在那边好像煮牛肉一样 就很早就在那边煮慢慢煮 然后也好像这个鸡蛋要变成小鸡 就在那边incubate 那我觉得呢这个之前的时间呢 他们说大概你一点一滴 有时候想梦 我平常有时候我不是做梦的时候 我真的在想 我说关于梦可以怎样表达呢 有时候我预备东西预备太累 我就上网search 人生落梦 有什么文章 这个好我就把它一丢 就丢到我的那个大的folder 我之前预备了 到这个礼拜我要讲了 我就在预备那个 那个时候我大概花百分之八十 以前的那个就帮了我百分之二十 但我明白这个数目是怎么来的 然后十五三十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要讲三十分钟的道 你要用十五个小时 十五个小时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跟我说 他说你用一分钟的道 你要用一个小时 如果三十分钟就是三十个小时 那个十五三十呢 其实是打了五折 因为知道很多的牧师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讲道过程中 引用其他的经文 有些什么原则呢 没有问题 你引用其他的经文 不过有一个千万不要有的 一个坏习惯 一个坏习惯 我听了很多的道 这个坏习惯是怎么来的 就是很多人就讲这篇道 他引用了这一段经文 但是他一读完那几节以后 就跑到别的经文 就做了一个路口商 进口商 就进口很多外面的经文 他要讲的那一段 根本就没有几次 你千万不要说有这样的人吗 有 有啊 他们呢 讲这一段经文 根本就没有讲这一段经文 就是引用很多其他的经文 到最后呢 这一段经文根本就没讲 这个是坏习惯 所以引用 引用其他的经文呢 可以 不过我在讲圆梦 寻梦 寻梦再织梦 你如果注意 我很少引用其他经文 我讲到我也很比较少 引用其他经文 有 我觉得你引用的时候一定要贴体 要重点 你不是为了引用而引用 哇 我现在不够时间 这个四十分钟怎么打发 这个东拉一点西拉一点进来 这个千万不能够 跌一点 好 还有没有别的 一场道大概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还是 看教会啊 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 平常我要讲五十分钟 五十五分钟 我那一天呢 我预备的少一点 我就讲了一个四十分钟 我就下来 下来呢 那个传道人就跟我握手 他说 奈姆斯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我说没有啊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那我后来才知道 哦 原来我讲得很短 那你说四十分钟 但是有一些教会 你讲四十分钟的把他 把你轰下来 有一些在后面呢 有一个countdown 你没有碰过 那些大教会啊 他们有好多堂的 他后面就有一个countdown 给你三十五分钟 他就开始三五零零 然后就三四五九 这样当当当当当 那你 你讲到过时啊 他就零零零零 就 是没有声音的啦 就是只有你看到 因为 就在你的正前方 但是他们那些会众 你会看到 所以 哇 你就 你就很烦 是不是 你不能不看他 你如果真的 这个过时过很久哦 下一次 真的没有下一次 所以 所以你说要多长啊 那个就是要看教会 那他比你多长 你就多长 你们是多长啊 四十五分钟 四十五分钟 我 有没有在你们中间讲到 过时啊 没有 完美 我会觉得你 多想听一点 他也太好了讲 哇 不够我听 你讲的太好了 你讲的太好了 但是不行啊 那天我跟文明 回来的路上 还在听你歌 行动员后 还在听啊 还在听啊 你那天没来 那天来的 我出过了 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 哦 再听一遍呢 什么瑕疵都听出来了 好 如果你们没有 没有 我在讲 一个讲到的评估 然后 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哎呦 没有电了 没有电了 糟糕了 我没有带电了 你是什么样的电 我这个是 Service Service Pro 是什么 接口吗 没有 一定要Service Pro 的 你们没有 没有 没有 这个就 考功夫了 哈哈哈 其实我书里面有 不过我现在跟大家谈谈 这个 讲到 你一定要有一个评估 要有一个评估的机会 刚才 我知道你们就用我给你们那个评估表 这个评估表呢 其实就是有道有理 有趣有用 那我就发现 有情呢 很难 所以我就在下面放了一个有情 就给你五点 来去评估 那这个评估呢 其实我评估可以有好几种 第一种呢 就是自我评估 你 你 讲完道了 你自己大概知道了 你好在什么地方 你不好在什么地方 你们同意吗 那 你如果不好的地方呢 你也不必太在意 因为 没有一个 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讲理 除了耶稣 除了耶稣 那每一个人都有 没有不完美的地方 就 你只是看 到底不完美的地方有多少耶 大家同意吗 所以也不要因为你有不完美呢 你就觉得 哎呀 天都塌下了 可以开心吗 对 好 你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 这个 这个 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特别你初学的话 你更要知道 你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我平常呢 我讲完道 我下来呢 我大概知道 有哪一个地方呢 我做的不够 对不对 如果是内容方面的话 我就回来 就随时加啊 剪啊 修啊 就把我这个奖章呢 就预备下一次我要再用的时候 我最新鲜的那些的评 自己对自己的评语都写在上面 那自我评估呢 有不够的地方 就是人有盲点 对吧 你很多时候你都看不到你自己的盲点 所以有另外一种呢 叫做同辈的评语 同辈 譬如说 刚才给大家的 这些就叫同辈的评语 又或者你要讲到之前呢 你就跟几个同学 或者是几个同工 你说 哎 等一下 我要讲到 你看看听听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你过后告诉我 那你要做这个要求的话 你要真诚 因为有一些人啊 他这样说啊 就是他只听好话 你如果有一些 真的有一些什么 批评他啊 哇 整个脸都黑了 那人家下一次还敢给你评语 那不敢了 对不对 他知道你这句话 是要 叫做解释什么 人家的那个赞赏 所以 你千万要诚实 来面对 如果你邀请人家 对你的评估的话 你就要 真诚的 人家如果讲一些 很实的话 要你改的话 你都要 你都要听 还要谦卑的 乐意的 微笑的 来去接受 这个是同辈的评估 另外一个 就是长辈的评估 就是学有专长的人 就好像 我们刚才应该也有一些 就是长辈来去评 我们的同学的讲道 那这种呢 你如果有一些长辈 你可以就 请他 譬如说你的主任 护士 你的 教会的长老 你可以就请他 他很有经验 你就请他说 我今天 讲道 我 拜托你 等一下 给我一点意见 是 是 真的 要给我 意见 那如果他学有专长的 他给你的意见 当然比同辈的那个好得多 对吧 如果有一些人比较忙 譬如说 也有一些的同道 同工呢 有一些是我过去的学生 到现在还给我看他们的奖章 那我会给 如果真的输过来的话 我也答应过他的 我就会给他评语 我觉得 我们虽然忙了 但是要栽培下一代的这些好的讲员 这个工作我们是一不无止 所以 如果你要找这些长辈 或者是 所有专长的人 你就要迁就他们的时间 有时候 他们不能听你的这个 讲道的话 那你就给他 你的那个 讲章 或者是他不能亲自来的话 你就放到视频上面去 让他在上面看 看完了给你评语 你要迁就他们的时间 那这个叫长辈的评估 那同辈的评估呢 还有是配偶的那个评估 同辈的 配偶的评估呢 这个呢 你叫 你叫Handle with care 有一些的配偶 你不问他 他 你一讲完 他上车 就 开始跟你讲了 对不对 因为他爱之声 就怎么样 责之切 他有一件就 立刻就会跟你讲了 那你如果是听的人 我千万千万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如果配偶给你提醒的话 你最好在这个时候就学谦卑 然后就听 听了 你觉得 你觉得能用的不能用的 你不要一下子就整个就跳起来 然后就反弹 不要 你听 你就听 我 我太太是我最忠实的批评者 讲道的批评者 我很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讲道 他很多时候就跟我说 你的道好硬 就是好像没有主难的牛肉一样 吃了以后牙齿会酸软 然后胃会消化不良 我听进去了 所以我就后来把我的道 就加了很多的力震 然后把它放软一点 然后有时候他就在 我讲完到他的上次的时候 他就给我意见 给我意见 我每一次我都求神帮助我 要人来 要不然搞不好 就搞垮我们的婚姻生活 所以 要人来 所以 那有一阵子我就发现他 他没有给我什么意见 那我有一天呢 就是这个风和热力 然后这个天气也好 大家心情也好 我就提起一个问题 我就说 最近你好像对我的讲道 没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思说一定是我已经见入佳境 没有什么可以任你批评的 我后悔我这个为事又找这个问题来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呢 他就说 这不是有一些事情啊 这不是 不需要经常讲的 对啊 经常讲的 会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让对方 让对方自己揣摩就好 你看 平常 你不问还可以 你就蒙在这个无知的当中 你一问呢 这个 底牌都掀出来了 那我还是求神保守 要忍耐 好 因为太太 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地步 我们这个情况 没有人会跑来跟你说 你讲道不好的 来找你跟你讲 你的讲道的 都是说你好 那些讲你不好 那些觉得你不好的 他不会跑来跟你讲 因为他也知道 你已经一把年纪了 讲了 你没用的 所以呢 到最后呢 还是有一个人呢 他很可能呢 还是会跟你讲 你的讲道有什么地方不够好 就是你的太太 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 有时候 我现在就觉得 有时候我也主动问他 最近 这一堂讲的怎么样 我就主动问他 他最近真的 少了 那 这个不是说 什么 让你慢慢揣摩 不是那种 真的比较少 我觉得 人的评价 当然不是完全 你要接受 但是有很多时候 是有一点道理在 我觉得最后 就是神给你的评价 那 你不知道 神不会在天上说 今天讲的 好棒 祂不会讲 祂也不会写一个表 给你打分数 送家 我在我的书上 我讲 我说 我的母亲呢 在加拿大一个老人院 他们呢 在那边有一个教会 每一个礼拜六 早上就有人去 跟这些老人家 讲道 给他们 有一个敬拜的时候 我有一次 礼拜六 我就坐在那边 陪我妈妈 听道 我很佩服这些人 我佩服 我佩服什么 我佩服他们呢 其实这些老人家 有一半的人 都 没在听 有一些就在那边 因为他们老 他们精神都没有办法集中 就算剩下的一半 你猜他们过一天两天 他会记得你在讲什么 不记得 不要讲那些老人家 不记得 我们呢 过一天两天 可能也都不记得了 连我们都不记得了 你还要求那些老人家 记得什么呢 但是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来 就对这些老人家 就讲道 那他们呢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有人因为得兴奋 举手决志 要全自私奉 没有 有为了他们 回来 会告诉你 哇 你讲的道太棒了 没有 这些老人家 都不会跟你讲什么 会不会因为他们 听了你到感动到流泪 没有 他们也不会 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 所以我坐在那边呢 我听了以后 我很感动 我说 我说 将来在天上 得主的赏赐 最大的 不一定是大教会的牧师 每一天对着赏千的 甚至于三万的人讲道 不一定 我说不一定 我说很可能就是那些 在乡村 在一些小地方的一些的传导人 他们每个礼拜就忠实在那边 对着 二三十个 四五十个 就在那边 好好按时分量 他们的忠心 我相信神 有一天在天上就会说 又忠心又良善的普遍 我忽然间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醒悟 我说今天我们讲道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我觉得最终还是 为了我们得到 至高的神 祂的点头 祂的称许 对不对 你为了下面的人呢 祂给你打分数都打得很高 那又怎么样 当然我们 我们要追求 我们的讲道 要帮助听道的人 但是到最终 就是刚才早上 不是 刚才开始的时候 宝剑弟兄讲到 传福音没有人听 看到耶稣基督 他传道没有人听 他也感谢神 那为什么呢 因为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 要讨生基督 这个就是最终的评估 就是在于我们的神 好 这个 我讲完 我现在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希望你们 本来我要放另外一个 但是 现在别的放 那个不在你们的书上 所以 我先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 对讲道有什么问题 对讲道有什么问题 如果 是针对自宏 严离的个人 来讲道 是不是 讲道的方式 可以灵活 你举一个例 譬如说讲 给老人家讲 给老人家讲 对 就是跟老人家讲 跟小孩讲 差不多 都要活 都要生动 就是可以用其他的 就是可以用其他的 对 用食物教材 然后最重要的 不是长篇纳论 也不是很高兴的一些什么学问 最最重要的就是 当天给他记得一两个人 重点 重复 又重复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 让他记忆 很可能他还是记不下来 不过 你更多的话 就更记不下来 小孩呢也是 小孩呢就要活泼 我 可以告诉大家 我不适合对小孩讲道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跟您说 我到很多地方 他们请我去主领一个周末的特别聚会 多半都是中文那边经过的 不过有一些教会 他们有英文堂 然后他就问我 奈牧师你可不可以也讲我们的英文堂呢 我就跟他说 你们如果有人讲 那你们就请人讲 除非你真的没有人讲 我可以答应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我发现了虽然我的英文可以表达 我在大师我也讲到 讲了英语的每一个月我过去讲一次 我也讲了十年有多了 所以对英文讲到我是可以应付 但是我发现了现在不是语言的问题 是文化的问题 你的笑话都是给中国那个背景的那种的笑话 你讲中国人 这个会中文的人他会笑 但是那些不会中文的人他不会笑 你就很纳闷对不对 你说怎么那么好笑的你都不笑 你觉得好笑他们觉得好笑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没有办法完全有把握 那当然如果你说 赖牧师我请你来 我们请你来你就一定要讲 OK 我就一定讲 那我就讲 不过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就算我能够表达 那小孩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文化对 我可以表达小孩 那我可以用英文来跟他们表达 很可能他们还是会听得懂 但是I'm not effective 我在他们中间我不够有效 所以如果有更好的人呢 就找更好的人呢 就就是他们教 来明白我的意思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你们没有问题 你们没有问题 我就问你们问题了 你们中间那么多的弟兄姐妹 你们来学讲道法 你最终的目的想要做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就问了 你千万不要学完讲道法 自己不讲道 然后以后就批评人家的讲道 好 好 你记得这一句 以后就不要跟Jerry长老 跟这个烈群长老说 蓝牧师教不是这样的吗 千万不要 你如果不能用 那没有关系 你就听听 我就很怕 有些人听了一大堆东西呢 回来呢 他自己不做 就要批评人家 我觉得 这个心态不好 大家要记得哦 你们不能上完我三堂 其实上完三堂也不算什么 但是呢 不要以为自己就 好像专家一样 要去批评人家的讲道 好 第二个问题 我问你 如果你真的要学讲道 你有没有考虑 除了你们三五七之外 还要继续来晋升 我 我跟你们说 今天你讲这篇道 很可能老师会告诉你 哎 讲得不错 但是你也不要飘飘然 因为普通的人呢 大概如果是 不过不失的话 都会告诉你 讲得不错的 但是很可能 如果要登大雅之堂的话 我们还有很远的一个距离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学讲道的话 你要从解经开始 我跟中国的很多的传道人 跟他们说 我说 你们不是口才不够好 你们也不是这个表达的能力不够好 你们也不是那种演讲的 那个一阳顿处 那个方式掌握的不够好 我觉得 是在解经上面 可能要加强 我经常说 讲道如果 这个要讲得好 就是要从解经开始 从解经开始 那我也不好在这里 在做什么广告 不过 你们如果万一想到要进修 要读严经的话 那就 生严了 就放我们在集中考虑的 其中的一个组间 那我不敢说 我们是不是No.1 我也知道 大家也不敢 很多 很多的这些渠道 都是可以帮助你 只要就是要 回到圣经里面去 把圣经的这个原意 真意 证实 解释得清楚 那就好 我是希望 如果你们万一有人 要近身的去学习的话 这个是给你们一个好的开始 以后可以继续努力 您觉得 是吗 好 有没有最后一个 两个问题 有没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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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比如说 好像这个奖道学 好像是一个 一个比较 的一个设计 好像是这么多产道人 或者 比如他的人学了 他的意义 他没有听众 没有这个讲台 他学了 对他的帮助是什么 我就是刚才问你们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们回答我 你们不回答我 反而问我 不是啊就是说 所以如果说 我可能有信息去学 可是那我就是 我没有这个场合 也没有这个对象 所以说 所以我刚才就是说 为什么要从解经开始 解经开始完了 你就可以有两条的路 一条就是学教学 怎么来根据圣经来去教课 那我们有一些的课程 除了讲道以外 就是解经是一定要的 然后解经完了以后 就有一个叫 研经跟教学 另外一个就是 讲道的 所以你不走 讲道的那一边呢 也无所谓 你就走那个教学 研这个 查经教学的那一边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七门课 就是三门是解经的 然后四门呢 要不是讲道 就是查经跟教学 所以你可以来学 我们的教学法 你可以来教这个小组查经 那如果万一你要来上 这个讲道学也可以 那讲道学是教你怎么铺牌 一个圣经能够把它讲得好 这个也可以融会贯通的时候 也用在你的教学啊 你在查经都可以用 所以可以的 我主要的要鼓励大家呢 是先学好圣经 你学好圣经了以后 然后你才知道 什么圆梦 这个寻梦之梦 那其中是南地 浮流是什么意思 今天的诗篇 是一个什么的背景 那用诗 诗类的那一种的表达 是怎么样那一种的表达 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基础的东西 你学会基础的东西 然后才来说我怎么来去铺牌 那那个就是讲道要教你 你的问题 问得好 问到这个痛处 问到咬处 还有没有 还有一分钟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上讲了 怎么知道我有讲道的恩赐 嗯 怎么知道你有讲道的恩赐 这个问题呢 我好像跟你们讲过 是不是 我不记得 你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很可能就是已经在你里面了 那但是里面的东西呢 有时候也会因为你的追求有所变化 那那个我等一下再讲 譬如说你里面的东西没有变化 你是一个金矿 你不去挖 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有金呢 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练习 练习就是去挖 你练习了一次两次 练习了一年两年 然后你讲道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 那你那个时候可以再想一下 我到底里面是不是有金呢 没有金可能有银 可能有铜 有铁 有铁 可能什么都没有 就是石头 就全部都是石头 那全部都是石头也蛮值钱的 所以 你过了一阵子你要再研究一下 到底你自己是不是真有 然后你也可以请一些人 来去请问他 你觉得我又没有讲道的恩赐呢 那当然这个是坦诚谦卑的去问 我已经说了讲道的恩赐不单单是口才 也有一种就是对神的话语那种的专注的转眼 情分 我把这个也放在里面 因为你现在单单讲恩赐呢 就是外面的人讲了口才 一个很有口才的人 不一定是一个好的讲人 大家同意我这句话 因为他讲的就是自己要讲的东西 不是圣经要他讲的 所以一个好的讲人呢 讲道呢 一定要有一份对神的话语的专注 还有勤奋的专言 好我讲完这个 我也告诉大家 有时候有一些的人呢 你看他好像没有恩赐 但是他经过五年十年在那边断念 他慢慢有点变化 你以为他没有 你以为他没有 但是过了五年十年呢 他原来是可造之才 那个人呢 很可能就是我 我跟你们说 我以前呢 真的不会讲话 我不善指令 我也看到人我都怕了 我第一次上台啊 讲台变了电台 这个讲台会出电 不是讲台出电 是出电电到那个讲台 因为那个讲台鼓鼓鼓鼓鼓 我头几年呢 我说我不要讲道 我不要讲道 我没有讲道的人 所以后来呢 我慢慢就 没办法 硬着头皮靠着圣灵 因为我们的神学院老师说 你做传道人 你不传道 你怎么叫传道 你做传道你就要传道 做传道就要传道 所以就要传道 就硬着头皮就要讲 那讲啊讲啊 然后我就很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一辈子要做这个东西 我都没有办法能够改进 所以我就一直的 寻求改进 求神帮助 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说吗 你卖豆腐卖十十年了 你的豆腐在当地 应该也弄出一个名堂来 你卖豆腐卖四十年了 你豆腐还比人还差 你俩还能够抬起头来见 不能啊 你卖四十年了 所以我不怕 我不怕你们开始的时候没有恩赐 你只要给一点时间好好锻炼 我看有一天呢 这个人对你另言相反 如果你一定要去锻炼 还有有时候找到名师来指点一下 我不是说我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一些弹琴有天分的 打球有天分的 还是要一个好的教练去教他们 好啦 没有什么别的 我很高兴这三次跟你们在一起 我也希望我讲的能够对你们有一点的帮助 那如果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 我们圣员能够帮什么忙 我们愿意帮你们吗 那如果你们以后有一些 什么讲道啊 这些的聚会啊 如果需要 我过来 我也愿意 过来跟你们看一看 好 请张大老大 带你们做继续道理 下来的天赋 我们在你面前线上感谢 感谢你财神大老师来到我们中间 正式将你的心智